今天都有很多事情要說 尤其是很好笑 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是不是講中了 團進團出是世紀大整股 現在你就看到 王家和 飲食界的王家和 我們不會買的 我們沒有興趣參與 團進團出 我們食肆 那些飲食業界 沒有興趣去參與 昨天也有新聞爆出來 你團進團出結果 就是因為旅行團申請 搞到有泰國的旅客 被旅行團安排 在酒店吃叉燒飯 是嗎 這些就是大整股 你說來做什麼 所以你非常好笑 不爭再說完 現在王家和 因為增加食肆成本 業界無意參與 因為本身就是說 如果你說王馬人士 現在就是非主動核查 你現在 你可以進入這些食肆 就可以非主動核查 你拿著王馬也可以進入 但是呢 你首先 要交職 你要交你自己的食肆 他的徒職 但其實說真的 如果交給你的話 他就會令到自己 沒有了空間 一個禮拜前 要申請好 要交完職 才可以給你安排的 持王馬的人士 他說不會主動核查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周到的話 照樣會停業 提一下你 有什麼麻煩 他就說 負責的食肆 要交承諾書 遵守一系列的防疫要求 要求 要用密封的獨立空間 和專職的員工接待 喂大哥 我專門請一個員工回來 就是做你的團進團出 你有多少團 你有多少團 給我接 你是不是可以 包補我 做到沒有停手 就是令到他自己 可以專門請一個人 就是服侍你的團進團出 對吧 所以現在王家和 這個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王家和 就在電堂節目裡說 哇大哥 你這樣搞到我的食肆不变 還有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他說這個持續更新的防疫措施 繼續實行 團進團出很不實際 業界就不覺得 就未必覺得值得做 他說在這個團進團出的安排 裡面底下 王家和 他說現在符合團進團出的食肆 要劃分特定的區域 和遵守的措施 要安排 亦需要安排特定的員工去接待團客 這一方面對食肆來說 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和多不方便 多不方便 就是很不方便 其實是很客氣的 不是那麼多食肆願意 那就說 就算我交了這些東西 又加上圖籍給你 又要簽成諾書 如果我那星期 剛好沒有旅行團來的話 那我吃谷種嗎 我劃分了 我劃了一個位置 我劃了兩張桌 我當我劃三張桌 就埋了板 我只是做你這些客 如果我平時 那些食肆 在學校時段 學校放學時段 午餐時段 是否不接客 你那幾台 是否 沒有可能的 那你結果 就是出了我剛才說的那一宗新聞 是一雙情願 其實是一雙情願 據本土特色的食物 所以 正是安排他們 在酒店裡 捱飯盒 這個說法 是不實在的 即是他們自己犯賤 簡單來說 現在那些泰國旅客 來到犯賤 誰叫他喜歡吃叉燒飯 是不是 那你就躲在酒店裡吃 這樣也說得出 那怎麼這麼糟糕 如果有得選 我怎麼會躲在酒店房裡吃 我當然是堂吃 吃叉燒飯 吃飯盒 真是瘋了 沒有的 現在你看到的 出了任何公關災難 或者是政府認為尷尬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用一些 比較 扮客觀的字眼 去淡化了的殘劇 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要用負面標籤 你用負面標籤 可能就是有煽動意圖 本身這件事 其實很客觀 他們吃叉燒飯 他們自己選 不是用槍指著他 上個星期 我們在講港鐵脫門事故 你看到的 那些專家撲出來 開記者會 就是說輕微出軌 就是明明 他們就是因為黃馬 他們去不到 現在有些團進團出的食肆 沒有人肯做 團進團出的指定食肆 變成黃馬就受限 黃馬受限 那怎麼辦 最後就是兩送飯 兩送飯 他們就被迫自己躲在酒店房裡吃 他們就是被迫 事實就是被迫 去買叉燒飯 回去自己酒店房裡吃 你如果 你要轉動他的 你不可以這樣說 被迫 不行 一定要說什麼 在他們可以選擇的範圍內 他們就選用了叉燒飯 回去自己房間吃 而且吃得很開心 自己幫人說 其實就是 網友Ginger 走去問 沒有好下場 即是怎樣才 舉個例子 那例子 我想過半小時之前 都已經發生了 話說 就有一個42歲的男子 因為他在Facebook 分享了 攬總播完榮光的片段 然後他就加了一句說話 就叫做 多謝南韓確認 結果就被香港警察 因為煽動宣傳意圖 這個罪名就被抓了 你說說事實的話 就沒有好下場 這個就是例子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欺善怕惡 你知道 怨明光這件事 連環受辱 現在看到特區政府 就是說 你現在捉不到 濫總 又捉不到 亞洲濫總 又捉不到 韓國濫總 又捉不到 韓國濫總 那個低級職員 那誰在這件事上面 就是 開心的 開心都不給 是吧 加嚴加醋 就是走去表示高興 就是當特區政府 就是一地玻璃心的時候 李家超都說 非常不滿的時候 你竟然分享 還會多謝人家的時候 那這些 他現在就是要捉這些人 是吧 不能接受 就是在這裏說 不能接受 因為你看到連環受辱 除了韓國之外 還有杜拜 杜拜現在玩 現在玩的 玩到 喂大哥 他不是佛榮光 他在字幕裏 to glory to hong kong 那你吹像嗎 你現在 何君堯都收皮的 何君堯你之前都說 你明明聽到完榮光 你都不出聲 都不say no 你都不tease 他真的聽不到 字幕那些東西 你耐得他們什麼何 你只能夠表示非常不滿 非常不滿之後 陳國基又主動約見 又是主動約見 那別人可不可以被動拒絕 主動約見 是吧 示威便示弱 這些叫做 你不是看到很可愛的 其實是 Alice Wong 有個評論 有人說連登也要封 即是這樣說 在這個47人案之後 警方是真的嘗試過 想調查連登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了了之 這件事 但他也封了不少TG Group 我們講最出名的老闆尹 你現在看到尊登就是這樣 就是欺善怕惡 喊打喊殺國安法 這些怎樣叫做 講好香港故事 別人想講好香港故事 別人想認同你的身份 認同你自己是大哥仔 不用做群腳仔 你就偏要全世界宣傳 我就是群腳仔 我們在香港是沒有國歌的 我們香港是附屬於 中國的一國兩制底下 一個中國城市 怎樣講好香港故事 然後你又要召見別人 又想召見別人表示不滿 但你那個叫做主動若見 對嗎 即是兩頭五刀案 即是四不像 因為沒有主權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要低 規格要低一級 你看到的 以前 白藍克那些是走去見曾蔭權 今時今日 你問巴玉 他只見你李家超一會 但問他接待 李家超的那個人 就是找了他秘書去做 跟以前曾蔭權年代 相差很遠 因為杜拜就說出事 但原來7月的時候 對湯家的比賽的時候 不是湯家華 湯家這個國家 原來都出過 Glory to Hong Kong 已經出過兩次事 即是現在 連環受辱 這些人 可以怎樣說 我想最後尾那個 最後尾那個矛頭 就會指向Google 我想 真是 混蛋了 今次 是不是 過了一條 給這個特區政府 即是他會搞Google 但美國商會 這個ArmChamp 他本身都說 商會的底線 美國人做生意的底線 就是可以 在香港裡面 用到Google 我想他未必封殺 如果你不封 如果你封 或者是感應器 就不好意思 真心要全體撤資 我想他未必 一下子封殺 就向Google去抗議 就好像東方那招 在香港新聞書上 但是如果你用 香港Google 就去找一些資料 例如我們讀大學 讀正正的 要找一些美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 就不好意思 Google真的封了你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非常好笑 我們應該在香港時間10點 香港時間10點 香港時間10點 英國時間2點的時候 回來和大家見面 現在有多少人 即是有1300多人 晚一點回來再見 好 拜拜 拜拜